欢迎大家出席由新洲电子报主办 海外集团荣誉重现的新剧本位电影故事创作比赛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新洲媒体集团 营运总监陈志云先生上泰为我们说几句话 因为一部好的电影 最重要的是它应该有一个好的故事为登记 主办新剧本的目的其实很单纯 我们希望在拘求梦想的孩子 能够看清事情的本质 先把根基打好 先把本位做好才是成功之道 一部好的电影需要有一个好的故事为根基 不要好高无言 就是这么简单 我希望新剧本的开讨 能够帮助马来西亚发掘一批明星级的 剧本创作人才 看到更好的作品 然后提升马来西亚的这一个剧本的发展 3 2 1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的比赛可以看到很好的故事 很触动人心 或者很好笑 很天马行动的故事 反正很多人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的比赛可以看到很好的故事 很触动人心 或者很好笑 很天马行动的故事 反正很多人觉得 如果是一千个字的话 会不会观众 或者是评审 会感受不了我写什么东西 反正如果你写一页更长的话 三四页五页一页一页 整个一页字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被弄小板凿的一个状况 那我自己本身是相信 马来西亚是真的有很多可以写出好故事的人 我觉得星座日白办这个新剧本 是刚好是正式时候的 因为我们真的是在一个非常需要好故事的那个时候 如果你要写出一个好的故事 我觉得是不难的 只要我觉得把你的心打开 然后去探索 然后去探讨 我觉得会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在里面 你真的有哪个故事 你找到这个故事 你将这个故事射出来 有心有火四个字 我就建议所有参加者都参考一下 这个等于我和张建廷两个导演的人生的总结 希望这些故事最终都能够拍成电影 能够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代表的杰作 我们头脑里面的故事写出来 或许它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 让更多的人一起来感受当中很真挚的这份情感 这个比赛呢感觉到非常的新鲜 然后也很期待 因为相信也很多人热爱戏剧的朋友呢 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去展现你的才华 那如果这个机会可以发掘很多的编剧人才的话 那以后电影或者是微电影都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也有更多的人有机会 这样子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所以我们能够发掘自己 尤其是故事写和写写 我对这次的看法是蛮不错很正常的 然后大致上都给很多年轻人一般很多机会 发表他们自己的才华 其实我们这里是一个表演艺术中心 那么呢这次跟星座的合作 就是一个互相的配合 我觉得这个新剧本的这个比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需要更多的好剧本 尤其是来自年轻人的手中 我觉得新剧本算是本地的首创的一个类似写剧本的比赛 写剧本要先感动自己 然后才可以感动到身边的人 因为一部电影如果它不能够讲故事 或者它的故事不能够动到人心呢 那你就不知道人心在哪里了 至于哪一种类型的题材呢 我本身就觉得要感动人就好了 让人家感动可以给共鸣的一个很好的气本 寻找一个真实能够感动人心的故事 那剧情必须有笑点 然后必须有紧张 然后最后大结季的时候应该回到感情系吧 所以如果你有好的故事的话呢 赶快在10月9号前呢 发去给beststory.my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应该把握机会 有梦想就赶赶去追 像我一样 新基本这一路走来 我们获得很多朋友的支持 我要在此感谢他们 要感谢赞助商 感谢合作伙伴 感谢合作单位 感谢同事 是你们造就了新基本的诞生 感谢合作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